保时兰赌场的合伙人阿伟被人发现死在了纽约的郊外 死亡时间大概是昨天晚上9点到11点 死因是胸口的一颗子弹 根据枪口可以判断 凶手开枪的时候离阿伟非常紧 今年46岁的阿伟靠房地产发家 随后又与人合伙创办了保时兰赌场 要知道这样的人肯定树敌不少 根据死者的行车记录仪显示 他死亡前还曾去过前妻的住处 据邻居反映 阿伟被害前的几个小时 还与前妻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随后就气呼呼离开了妻子的公寓 前妻说阿伟有暴力倾向 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 案发前阿伟找到自己 非要与双倍的价格买走前妻手中的一栋物业 还说什么前妻倘若不愿意转让 她将会有生命危险 前妻觉得阿伟无理取闹 当即拒绝了阿伟购买物业的要求 于是小组决定分为两组 被解和C数据调查 为何阿伟生前这么执着 想购买前妻手里的物业 某某二人组则去大西洋城 阿伟经营的赌场看看 一听说要去赌场 C数立马抛下了被解 繁华的大西洋城不仅有赌场 舞女还有各种酒水夜店 简直就是男人们的天堂 C数还特意打电话回家报平安 表示今天晚上不打算回去 三人赶到了阿伟生前经营的赌场 礼宾员短发姐接待了他们 短发姐身材火辣 彬彬有礼 他为三人引荐来阿伟生前的合伙人大壮 大壮正在忙着接待一名黑帮大佬 据说这位大佬是这里的大客户 有的是钱 接待完客户 大壮为警方提供了一条线索 那就是阿伟的司机与阿伟闹过矛盾 并且阿伟昨天晚上出事前 正和司机在一起 他被害后 司机也不知所踪 据说阿伟是个混蛋的老色批 他曾逼着司机的女友 为自己吹那啥乐器 这么说来 司机的杀人动机确实非常大 经调查 司机在纽约有个表哥 在C书一行人的帮助下 贝杰终于带人将司机堵在了他表哥的公寓里 司机说自己早就与阿伟和好 案发当晚 他先是送阿伟去见了前妻 在他向前妻购买物业未果之后 他又在阿伟的要求下 将他送到了一处仓库 随后阿伟给了司机500块钱 让他自行离去 司机不知道阿伟在仓库见的神秘人是谁 不过他离开时 看到一辆黑色的SUV正往阿伟这边赶来 司机虽然劣迹斑斑 可他看起来并不像是凶手 贝杰怀疑 凶手正是阿伟在仓库里见到的神秘人 另一边的C书一行人 也调查出了一点线索 那就是有人在下午两点 看到阿伟的嘴角带着血 似乎刚被人揍了一顿 为了得知阿伟昨天下午到底遭遇了什么 C书又找到了赌场的技术安保眼镜男 眼镜男负责用软件监视赌场的老千 他的系统里存储着所有赌客的资料 包括曾经光顾过多次的C书 C书是个麻烦的客户 据说上次光顾保时兰赌场 不但在酒后把传单点了 还用果酱撒满了窗帘 简直就是一朵奇葩 接下来眼镜男掉出了昨天下午的监控 当时可以清楚地看到 阿伟生前被合伙人大壮狠狠揍了一拳 贝杰调查到 原来阿伟遇害当天 也就是昨天 从保时兰赌场的账户转走了1000万美金 等于掏空了赌场的家底 大壮知道之后便找到阿伟对质 可阿伟却一脸无辜地表示不知情 要知道这么多钱被转走 赌场将会面临破产 怒布可阿的大壮便狠狠揍了阿伟一拳 赌场内到处都是监控 大壮昨天一直在赌场从未离开过 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赚时间 这笔钱在昨天上午9点40 有阿伟的账户从赌场的商业账户转出 然后被转到了一个警方无法追查的账户 据了解 阿伟在昨天9点钟左右 找了一个美女做按摩 于是C书开始询问眼前的按摩女 昨天阿伟有没有在按摩的过程中 与什么可疑人士打过电话 美女却表示 阿伟做的可不是什么正经按摩 人家两只手忙着呢 哪有空玩手机啊 正是的 按摩女说事后赌场的礼病员短发姐 曾打电话约见阿伟 听起来语气很差劲的样子 这么说来 这个短发姐似乎也有点问题 可就在他们打算找短发姐问话的时候 一辆黑色的SUV竟然在警方的眼前绑架了短发姐 纽约的警察管不了大西洋城的人 不过当地警方还是给某某人组查开了短发姐的电脑 原来昨天上午9点47分 那比从赌场转走的1000万 正是短发姐操作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阿伟的合伙人大壮 想拿回自己的钱 所以绑架了短发姐呢 想到这里 C书一行人又找到了大壮对质 大壮却说自己压根就不知道短发姐被绑架的事情 或许是警方三番四次的逼问惹恼了大壮 大壮让他们三个滚出去 C书一听不高兴啊 哎呀 有本事把我们三个扔出去 被扔出来的三个人开始打电话给贝姐告状 并且他们高度怀疑大壮就是凶手 贝姐说他调查了短发姐的通话记录 昨天他转折1000万之前 还与赌场安保眼镜哥打过两次电话 想来也是 一个赌场迎宾 压根就没有本事弄到取款的密码 这么说来 是眼镜男与短发姐联手偷走了这笔钱 可是他们已经被轰出来了 又该怎么去找眼镜男问话呢 好在当天晚上 赌场正在举办猫王的化妆舞会 C书不知从哪弄来了三套衣服和假发套 就这样 三个憨憨化妆成猫王重新混进了赌场 他们浩浩荡荡闯进了监控室 在肥猫王的逼问之下 眼镜男终于说出了实情 原来他和李冰元短发姐是一对情侣 可老色批阿伟非要来插一脚 阿伟号称人间太敌大象打装机 为了逼迫短发姐 不惜买下了他父母居住的物业 并将短发姐的父母赶了出去 短发姐不堪其扰 只能向男友眼镜男求助 于是眼镜男便利用技术手段 偷偷转走了赌场账户的一千万 想逼阿伟交出短发姐父母的房子 可没有想到 阿伟得之后非常惊慌 说什么这笔钱不属于赌场 还说什么眼镜男闯下了弥天大祸 就在这时候 赌场的安保闯进了监控室 他们毫不客气地把某某人组扔了出去 随后一左一右 架着一米八五的C叔 一路来到了大壮的办公室 大壮说某某人组是警察 他不敢招惹 不过C叔只是个顾问 皮操肉厚的 赠一顿也没多大点事 原来大壮急着想找回账户上丢失了一千万 他认为C叔在赌场晃业了一天 一定知道点什么 原来大壮和死者阿伟 共同经营的赌场 最近遇上了资金问题 由于银行不肯放贷 大壮只能找黑帮借钱 可是现在钱丢了 阿伟也死了 这意味着大壮也将会遭遇生命危险 为了找到这笔钱 大壮不得不向C叔坦白 这笔钱来自于赌场的客人 黑帮大佬汤米 大门外 贝姐专程从纽约赶到了大西洋城 我让你们来查案 你们居然玩cosplay C叔向贝姐解释了案件的来龙去脉 这个劣迹斑斑的黑帮大佬 因为借给赌场的钱丢了 所以绑架了礼宾缘短发姐 威胁严静男交出这笔钱 阿伟也很可能是黑帮大佬派人杀害的 为了借回被绑架的女友 严静男约黑帮大佬见面 一手还钱 一手交人 黑帮大佬也很手信 看上去并非那么食而不赦 大佬告诉贝姐 阿伟在昨天晚上被害浅曾约见自己 希望能够再给她一天的时间 找回被偷走的一千万 原来阿伟为了逼短发姐和自己黑黑黑 在一年前买下了短发姐父母居住的那块地 并威胁要将短发姐的父母赶出去 可因为短发姐和严静男从赌场账户偷责了一千万 阿伟不得不将这栋物业转让给了短发姐 可是由于这栋物业有前妻一半的股份 阿伟才在案发当晚找到前妻谈判 并强迫前妻将手中的股份卖给自己 大佬说昨天晚上 阿伟约她见面 还向她出示了前妻签署的转让合同 可警方第一次找前妻问话的时候 前妻并没有向警方提起过这件事情 警方在前妻家的垃圾桶里找到了二人签署的转让协议 这是阿伟死后 前妻从阿伟的公文包里偷走的 面对证据 前妻承认阿伟是她杀的 因为阿伟是个暴力狂加变态 即便是离婚后也一直不愿放过她 那天晚上 阿伟掏枪逼迫前妻签下了物业转让合同 前妻隐约听见阿伟说到 她将会遭遇生命危险 为了摆脱阿伟的纠缠 于是将其救济 在签署合同之后又一路跟踪阿伟 并将她打死在了纽约的郊外 她以为警方会将阿伟的死 归咎于黑帮大佬 却没有想到警方这么快就找到了自己 案件了结 孙叔回到家时已经是清晨 她并不知道 自己不在家的这一夜 由而召集闺蜜来他们屋子 举办了单身派对 本来只邀请了闺蜜一人 没想到这个闺蜜是个士逼 竟然还邀请了其他人 这一来二去的 本来是两个人的单身派对 瞬间被吓满了人 这些疯狂的大学生 差点把C叔家的豪宅给拆了 女儿收拾了一夜 总算是在C叔赶回家之前 收拾得干干净净 还好C叔回家倒头就水 并没有发现女儿的杰作 本集故事 到此结束 这集故事与超感神探第一季第六季很相似 都是赌场老板被杀案 只不过超感神探中的故事 发生在拉斯维加斯 大西奥娱乐城建立于1954年 和拉斯维加斯并列为美国的两大赌城 随着赌城的发展 周围的剧场 影院 音乐厅和舞厅也相继开业 同时也带动了其他轻工业的发展 2010年上映的高分美剧《大西洋帝国》 便是以《大西洋城》为背景 讲述了一大帮靠黑帮势力发酵的老板 为争夺黑石控制权 尔虞我诈的故事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